县长徐中卫特地协同建设处长邓紫瑜 观光处长张志祥 前往视察阳光电程设施 火灾拆除及边坡与地井营造工程 及共融公园设施改善工程 而徐县长聆听施工单位说明 则称相关单位应尽快排除摊贩违规占用的情况 东大门夜市为花莲市重要的连结据点 临近日出翔鞋大道串联太平洋公园 尖三角三圈 并与两坛执行车道连接七星坛 驴坛等重要景点 2019年6月3号清晨发生火警 结果县府以及堂山多次协调沟通 将原本32坛位置迁移到园区内的武器展示区旁 其中火灾拆除部分分区将与新建多元U7设施 以及舞台作为一种活动之用 现在出场邓紫瑜表示 工程预算总经费为10千多万元 因为承包厂商与县府种植企业 建设随即修正需求重新发包 并且预定在6月份完工 目前工程进度已经第二阶段 修坡以及地景营造部分 除了在原住民条街两旁新铺设计之外 不及终老年尤其所需 规划在边坡顶原种植树科台湾举木 另外在斜坡步道增设造型遮阳棚 以新银的举合美学 结合遮阴功能工程西部设计多样且巧思 整体优化了东大门夜市的风貌 现在许中有前往视察阳光电程设置火灾拆除 以及修坡与地景营造工程及工农公园设施改成的工程 基障学中聆听施工单位之后 交通相关单位应精速排除摊位违规占用的状况 并且按旗程如期完工 未来相信不仅能够在黑夜造访灯火通明人生鼎沸的国际及观光夜市 也能够在白天前往临近的工农公园享受友善 鲜艺的日光时光 记得继续欢迎收到